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华蜂是我国的本土蜜蜂 但是近百年来 据专家统计 中华蜂的种群数量已经减少了80% 分布区域也在大面积的萎缩 因此中华蜂成为我们研究和保护的对象 湖北省神农架地区是中华蜂的天堂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却频频发生中华蜂蜂蜂蜂蜂离奇死亡的事件 这让养殖和保护中华蜂的人们忧心忡忡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北部 距离省会武汉大约500千米 神农架的面积大约有3253平方千米 平均海拔1700米 相传远古时代 华夏施主炎帝神农市 曾经在这里尝遍百草采药致病 由于山高路险只好搭架而上 因此留下了神农架这个名字 处于北纬30度附近的神农架 由于一年四季受到湿热的东南季风 和干冷的大陆高压的交替影响 暖温带 中温带 寒潮带等多种气候类型 在这里并存 形成下无酷热 东无严寒的宜人气候 立体小气候十分明显 这里有着地球中纬度地区 唯一一片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 森林覆盖率高达89% 生长着3000多种高等植物 其中密原植物就有一千多种 因此神农架是天然的野生动植物保护员和物种基因库 也是中华密封的天堂 但是一段时间以来 这里的养蜂人发现 蜂箱里频频发生蜂王离奇死亡的事件 相斌是深农架的养蜂人 他从2008年起 在深农架开始养殖中华密封 如今已经有800多个蜂箱 因为蜂养得好 相斌在远近的养蜂人中算是个农人蜂 但是他的蜂箱也没能幸免于难 这天 相斌又发现一只被废弃的蜂箱 里面的蜂王惨死 成群的中华蜂早已不知去向 这样的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净凡发生的蜂王离奇死亡事件 让神农架的养蜂人非常震惊 也非常担忧 蜂王究竟是怎么死的 谁是杀害蜂王的凶手呢 神农架发生的蜂王死亡事件 也引起了地理中国栏目的关注 摄制组和相关专家一起来到神农架 试图解开蜂王之死的谜团 科考队从宜昌土华 驱车210千米 到达神农架的关门山 一面高约45米的岩壁 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只见这面走峭的岩壁上 密密麻麻悬挂着数百只方形的小木箱 远远望去场面非常壮观 因为紧邻公路 这种场景也常常引来路人的驻足围观 这些小木箱为什么要悬挂在这里 他们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正当很多人感到好奇的时候 养蜂人相冰为大家揭开了这些问题的答案 原来这些挂在岩壁上的木箱都是蜂箱 可是更令人不解的是 这些蜂箱为什么要悬挂到那么高的地方呢 因为神龙箱的身材特别好 这里养了很多的野猪公路 这里野猪黑熊都是喜好不自由的 因为我08年这个地方被野猪给我吸尽了之后 基本上是全军军面 所以我才想办法把它做到岩壁上 相冰说 崖壁上的四百多个风箱 基本上都是他自己挂上去的 为此他还专门学习了攀岩技术 那么负重十多斤的风箱 相冰是怎么挂上去的呢 相冰说岩壁上搁置风箱的铁签 是请专业人员开凿装订的 每次挂风箱前 他要先攀岩道铁签位置 固定好绳索 在下山将要悬挂的风箱背在背上 再次攀岩道放置风箱的地方 这挂一个箱子多长时间 这挂一个箱子大概要四十多分钟 就是从下面取上来 从下面取上来 对 还有安装在这上面 相冰的中华密封园 位于神农架的关门山景区 他是这个密封园的管理者 最近接连发生的 风亡离奇死亡事件 让他非常焦虑 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控制 将直接导致神农架 中华风数量和种群的减少 相冰向科考队展示了被废弃的风箱 这次也没有了 这已经出不了命了 中华密封 老百姓也称为中风或者土风 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密封品种 从对甲骨文的研究结果推断 古人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开始养殖中风 迄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他们善于采集零星的密原植物 对密原植物利用率较高 中华风早出版规 采密期长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很强 非常适合我国的多山地区 专家说中风的减少或绝灭会破坏我国固有的自然生态体系 导致以植物为食的昆虫和鸟类种类减少 从而引发害虫大量刺身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风王离奇死亡 专家一一排查 究竟谁是刺杀风王的凶手 系列节目《地球家园之飞影迷踪》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中华风是我国独有的风种 但是它的种群数量的减少 是不容小事的严峻的现实 据林业部门统计 仅北京地区 中华风的数量就从上个世纪50年代的4万多群 减少到了这个世纪初的不足40群 已经到了宾威的程度 专家告诉我们 如果任由这种状况发展下去 只需要10年做到的时间 我国东部 中部地区的中华风 就要面临灭绝的危险 而中华风种群和数量的减少 又与风王不明原因的死亡 有着很大的关系 一个蜜蜂群体当中 可能有几千到几万只蜜蜂 但是风王只有一只 它是至高无上的王者 风王在 风群就在 风王死了 风群也将四散消亡 那么这个地位尊贵的王者 怎么会不明原因死亡呢 在蜜蜂王国里 一个风潮只有一只蜂王 但却可以拥有数万只蜜蜂 那么蜂王是怎么管理这个大家庭的呢 原来蜂王身上能散发出独特的化学信号 也就是蜂王信息素 蜂王利用不同的信息素 将整个蜂群团结在一起 所以蜂王停留在哪里 蜂群就会跟随蜂王在哪里筑陶安家 为了验证蜂王的凝聚地 一个小时 这时候蜂龙身上的蜜蜂重量 达到了26.4千克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换算 一万只蜜蜂的重量是一千克 也就是说 有26万4千只蜜蜂附着在它身上 形成了一件令人震撼的 蜜不透风的蜂衣 而这所有的蜜蜂 都是那八只蜂王引来的 由此可见 蜂王在蜜蜂王国里的强大凝聚地 难怪蜂王的离奇死亡 会引起养蜂人的恐慌 针对申农架中蜂蜂王的离奇死亡 专家开始对其中的原因进行逐一排查 那么蜂王究竟是怎么死的呢 会不会是被天敌狐蜂所害呢 虎蜂又叫黄蜂或者马蜂 是一种分布广泛种类繁多的捕食性蜂蜂 个体很大 几乎是一般中蜂的两到三倍 在受到干扰时会发动成功 使人处出现过敏反应和毒性反应 严重的可导致死亡 除此之外 湖蜂还是大部分地区下秋季蜜蜂的主要天敌 他们不仅拦截空中飞行的蜜蜂 而且还在蜂巢四周静候 刺激而动 湖蜂危害严重时 蜂群可损失20%到30%的外群蜂 那么湖蜂会不会是杀害中蜂蜂王的凶手呢 杨冠黄 中国农业科学院蜜蜂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我国蜜蜂资源调查 中华蜜蜂生物学的研究及开发工作 为了验证一下中蜂蜂王是不是湖蜂所害 他捉了几只湖蜂 放在一只中蜂蜂箱附近 见到兵临城下 中蜂马上警惕地排成一排 发出嗡嗡的声响 向湖蜂示威 湖蜂见无懈可击 只得暂时闪躲一边等待时机 这时候 蜂巢门口的中蜂守卫蜂开始快速震去 向巢内的其他工蜂通风报信 养蜂人都知道 发出一种哑哑声音是不正常的 如果发出一种非常网合的声音就很正常的 发出声音是很尖锐的 你听得就有危险了 你赶紧就给我报告 这是声波一种交流 仰仗着比中蜂大几倍的身躯 湖蜂企图强攻冲进中蜂风潮 他抓住一只中蜂猛的一阵私咬 这只中蜂立刻就被他咬死 湖蜂把中蜂的尸体扔在一边 又攻击下一个目标 体型弱小的中蜂 面对墙皮 逃不畏惧 接二连三的扑上来 用遮刺刺向湖蜂 一只中蜂的遮刺 毒性毕竟有限 对体型庞大的湖蜂 似乎不起作用 但是 当中蜂接二连三的 冒死把风毒刺向湖蜂时 湖蜂渐渐有些支撑不住了 这场厮杀最终以湖蜂的失败结束 经过杨冠煌长期观察和多次实验 他认为 中华蜂对蜂巢的保护非常严密 一手难攻 湖蜂根本进入不了中蜂蜂巢 所以 湖蜂刺杀中蜂蜂王的假设 可以排除 那么 还有一种可能性 蜂王会不会是遭遇了某种病虫害的侵袭呢 养蜂液里面最大的病害就是蜂蜂 蜂蜂是蜂蜂的一种 只有针眼大小 它可以寄生于幼虫 勇以及成蜂身上 靠吸食蜜蜂体液为生 从而造成蜂蜂寿命缩短 专家猜想 会不会是中蜂的攻蜂踩蜜石把蜂蜂带回来 传染给了蜂王呢 为了详细观察 蜂蜂对中蜂是否有危害 专家把蜂蜂放到一只中蜂身上 随即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只见蜂蜂一落到中蜂身上 中蜂的腹部就剧烈抖动起来 频率非常快 同时还发出比正常状态高十分倍以上的声波 只要蜂蜂在身上 这种动作就一直延续下去 极具的摆动引起了周围同伴的注意 同伴立刻爬到他身上去 雕走蜂蜂 这个发现让专家非常吃惊 他将蜂蜂放到别的中蜂身上继续观察 竟然看到了和之前同样的现象 这个事件像四个蜂种 它是唯一的能够看蜂蜂的蜂种 既然中蜂的公蜂们都不会受到蜂蜂的危害 备受公蜂呵护的蜂蜂 就更不会受到蜂蜂的侵袭了 这个结果排除了蜂蜂是蜂王之死元凶的假想 调查线索再度中断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根据一根蛰刺 是否能追查到刺杀蜂王的元凶 蜂王被杀的背后 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那么蜂王陆续死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死亡蜂王身上是否能找到一些线索呢 于是专家对死亡蜂王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令人吃惊的是 从蜂王的体内竟然取出来一根蛰刺 这是哪种蜂的蛰刺呢 难道就是这根蛰刺导致了蜂王的死亡吗 专家根据这个发现初步判断 蜂王之死极有可能是外来蜂种的入侵导致 专家决定对一群可透视蜂箱里的中华蜂进行跟踪拍摄 在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终于真相大白 安放在蜂箱里的摄像头拍摄到了事件的全过程 这一天 一只体型比中蜂稍大些的蜜蜂 在蜂箱口振动了几下翅膀之后 就长距直路进到了蜂箱内 蜂蜂们不但没有抵抗 反而纷纷跑过来给他喂食蜂蜜 此时蜂王正在蜂箱另一边威严巡视 丝毫没有察觉到蜂巢里面已经危机四伏 片刻之后 放入蜂巢的蜜蜂好像发现了蜂王的位置 开始对蜂王进行追踪 他究竟要对蜂王做什么呢 就在这只蜜蜂即将追上蜂王的时候 却被身后的工蜂们无意间岔开了 几分钟后 这只蜜蜂再度发现蜂王 并继续开始追踪 蜂王此时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的存在 危机时刻 他将尾部插进工蜂巢 因为蜂王是身体最柔软 最容易被刺中的蜂王 这样一来追踪者便无计可施了 稍过片刻 蜂王以为那只在追踪自己的蜜蜂已经走开 便将尾部拔了出来 不曾想追踪者竟然一直没有离开 蜂王再次遭到追踪 这只蜜蜂为什么要对蜂王穷追不舍呢 这个时候蜂巢里又进来两只 铁形和刚才那只类似的蜜蜂 他们也加入到了追踪蜂王的行列 画面上铁形稍大 正在移动着的就是可疑蜂 蜂王在经历了两次追踪之后 似乎有些惊魂未定 他慌不得路 竟然爬到一个工蜂稀少的地方 蜂王的这个举动 恰恰给了追踪者可乘之机 他们追上蜂王 三名追踪者合力追蜂王进行围组 他们竟然将独自刺向蜂王 剑客之后 被三只蜜蜂合力追杀的蜂王 终于在剧毒入境后 悲惨的死在了自己的蜂巢中 杀死了蜂王之后 这三名刽子手并没有就此善罢甘休 接下来蜂巢里出现了更为惊心动过的一幕 他们招呼自己的从伴 纷纷闯入中蜂的蜂巢 在中蜂蜂群失去蜂王的混乱中 盗走了中蜂蜂蜂箱里的蜜 并与抵抗者展开刺杀 那么这些闯入中蜂蜂巢的凶手 究竟是什么蜂种呢 专家认定 这些刺杀中蜂蜂王 掠夺中蜂食物的柜子手就是西蜂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意大利蜂 据史料记载 意大利蜂原产于意大利的亚平宁半岛 1859年被引入美国 后来不断被发送到世界各地 清朝末年有养蜂人从日本和美国引入我国 这种蜜蜂能够适应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 而且它们产卵能力强 产蜜量高 分泌蜂王江能力强 符合人们追求更高经济效益的需求 因此进入中国后很受欢迎 推广速度极快 逐渐成为很多蜂农主要的养殖蜂种 除西藏外 我国各地都有一大利蜂的养殖 中群数量已经达到五百万群以上 作为外来物种的西蜂 为什么要对中蜂实施掠夺呢 我们知道蜂蜜是蜜蜂忙碌三季储存的过冬食物 一旦蜂蜜被盗 在没有人为及时补给的情况下 蜜蜂会因为食物短缺 无法度过漫长冬季而死亡 而西蜂抢夺中蜂蜂蜜的行为 就是蜜蜂间的盗蜂行为 这是对中蜂蜂群最大的威胁 那么西蜂为什么能够冲破中蜂的层层关卡 混进中蜂蜂巢呢 专家经过进一步观察 从震翅测定中破解了西蜂的身体密码 原来西蜂公蜂的飞翔速度 与中蜂雄蜂的飞翔速度接近 震翅频率相似 所以中蜂守卫蜂才会误认为 那些体型比自己稍大的家伙是本蜂群的雄蜂 因而放松的警惕 使西蜂得以轻易混进中蜂蜂箱 实施了杀死蜂王和盗抢蜂蜜的行为 盗蜂行为是西蜂毁灭中蜂的最直接手段 也是导致我国中蜂蜂群数量减少的直接原因 目睹了蜂王被杀的整个过程 看到西蜂能够如此轻而易举的掠夺中华蜂的蜂巢 这让科考队感到非常忧虑 在一个正常的生物链上 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 都会导致其他生物的失衡 如果这种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中华蜂的种群和数量都将受到严重威胁 其实因为带来物种入侵 导致本土生物数量和种群减少的势力很多 比如澳大利亚 我们都知道那是一个带蜀的王国 但是自从欧洲人把这个兔子带进去之后 这兔子与当地的带蜀抢夺食物 致使带蜀的种群和数量大量的减少 森林植被因此减少很多 荒漠化程度加剧 于是当地政府只好消灭一些兔子来保护带蜀 所以说封王之死也让专家们非常担忧 中华蜂是否会面临被入侵物种灭绝的危险 中华蜂在神龙架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明天同一时间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地理中国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盛春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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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